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兩列高鐵分別從江蘇鎮江揚州出發 他們今天肩負的任務 就是要駛上一道新興的橋樑 五峰山長江大橋完成測試 列車開始加速 準備以時速250公里駛過大橋 究竟能不能順利平穩地通過呢 歷時五年興建的五峰山大橋 橫跨長江鎮江段最繁忙的巷段 上層八車道高速公路 設計時速100公里 下層是四線高速鐵路 設計時速250公里 或者你會問火車過橋有什麼特別呢 原來這條橋創造七項世界第一 包括世界首座高速鐵路圓索橋 主艦直徑最大的圓索橋等等 工程難度在於 圓索橋雖然具有最強的跨越能力 但結構容易變形 以往被認為不適合運行高速鐵路 五峰山大橋的設計 在國際上也沒有先例 因此挑戰非常大 事實上 這條橋早在六十多年前已經預留規劃 但一直未掌握成熟技術建造 今次起橋採用先進新技術、新材料 配合創新施工工藝和檢測技術 要應付列車高速駛過帶來的負荷 大橋擁有全球最大的陸地縫定 達到133萬噸 相當於186座艾菲爾鐵塔這麼重 它如同大橋的青駝 拉住橋樑巨大的城寵圓索 在鬧定的內部 可以見到大橋的鬧固系統 承擔大橋主艦的巨大拉力 工程人員正在做最後檢查 確保萬無一失 全長6408.9米 橋樑主掛1092米的五峰山大橋 終於要迎接列車駛過的時刻 馬上要到大橋了 現場確認一下 已到已到 列車漸漸加速到橋樑最高限速250公里 在15秒內穿越五峰山大橋平穩通過 而鬧定更加錄得零尋鋼 大橋、鐵路段、公路橋 先後在2020年12月 和2021年6月通車 民眾從此 不用再只是依靠渡輪過崗 五峰山長江大橋賀載的公路 鐵路車道數量和賀載重量 都遠遠超過國際和內橋樑 拆新多項世界紀錄 被譽為中國製造 跨越到中國創造的由一實證